好,下面我们来看看第八课的课文部分 首先看看题目,这个题目叫贸易标准 其中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形容词 Trading Standards,这个Trading 它本身就是个形容词,不再看作分词了 就是贸易的,或者是商业的 咱们看一下例子 你像Trading Standards,叫做贸易标准 同样的Trading Partners,咱们常见的,叫贸易伙伴 中国跟欧盟可就是Trading Partners,贸易伙伴 这篇文章出自英国著名的一个杂志 叫做The Economist,很多同学可能听说过 叫经济学人杂志,这是其中一篇新闻报道 充满了时代气息 好,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个第一段,第一句话 它说了 Chicken slaugh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claim officials in Brussels are not fit to grace European tables 这个咱们先看个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句子是句子主干结构 就是美国屠宰的鸡不适合装饰欧洲的餐桌 而这个布鲁塞尔的官员声称 这个黄颜色的是一个插入义的结构 放在中间了 那么这个白颜色的里面 Chicken后面这个 Slaugh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画下画线的白颜色的部分 当然是后制令语来修饰这个鸡 Slaughtered是过去分词的 在美国被屠宰的这个鸡不适合装饰欧洲的餐桌 这个适合fit做形容词 咱们在生死中说了 它强调一个达到好的标准的这个适合 说明欧洲这个美国屠宰的鸡怎么样 不干净 欧洲人吃是没法吃的 达不到这个欧盟的标准 强调这个含义 他说明欧洲的官员 他并不是重点 他声称的内容才是重点 所以把布鲁塞尔的官员声称 放在剧中 以突出他说话的内容 某人说话的内容 在前面 或者有一部分在前面 后面就可以用盗装了 就把某人说 声称 回答 问 这样的动词 放在主意前面了 本文中claim 这是盗装 但是这个盗装 并不是必须的 说话能容在前 可以盗装 当然也可以不盗装 尤其是后面这个 是一个常常的名词的时候 盗装更常见 但如果后面是个代词呢 一般就不说claim he claim she 一般就不盗装了 所以这个盗装 并不是必须的 这个 这句话 咱们中国同学自己写 容易写成这个形式 officials in Brussels claim that 布鲁塞尔的官员声称 或我们加间接英语 加编语从句 这个表达倒是符合中文的语序了 但在英语中重心就偏移了 为什么呢 李老师刚才说了 在本剧中布鲁塞尔的官员 他声称这个事本身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声称的内容是什么 他的观点重要 因为这个官员 连名字都没有出现 他觉得这官员本身是配角 他说的话是主角 但是你这个句子 把布鲁塞尔的官员声称 变成主句 而且布鲁塞尔的官员 放在剧手了 关键性的地方 他说话的内容本来是重点 结果你降级到了宾语从句了 这句话就重心偏移了 所以咱们记住 在突出某人说话的内容的时候 可以把他说话的内容 劈成两半 一半放前 一半放后 然后把某人说 某人回答 某人声称 放在中间 在中间这个地方就可以用盗装了 这个结构屡见不鲁 咱们看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的第二课中 13等于1 就出现类似表达 你看 I'm trying to repair the bell answer bill Coming up here 9 after 9 weeks Now you see I was hoping to give you a surprise 咱们翻译成中文 还在翻译着比尔回答说 我在努力修这大钟呢 我好几周了 每天晚上都来 你看 我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 他突出了比尔回答的内容 所以把回答内容 劈成两半 放在前放到后 比尔回答说放到中间 这个地方依然用了刀装了 本科书另外一句话 牧师说也是放到中间 You certainly did give me a surprise said Vicar You probably woken up everyone in the village as well Still am glad the bell is working again 牧师说 你确实吓了我一跳 你可能把村子里面每一个人呢 也给吵醒了 但是我还是很高兴 这大钟能再次工作了 牧师说话的内容重要 把内容一半放前一半放后 牧师说放在中间 依然这说用了刀装了 因为后面是名词 在里面刀装 如果说话的人是带词 一般就不刀装了 再看三册第七课 这个残超见美组 你看他说了 So long as there is something to identify We will give people their money back Satest spokeswoman for the bank Last year we paid 1.5 million dollars On 21 thousand claims 翻译成中文呢 还得先翻译中间这个 以人作主语啊 对吧 银行的一位女翻译人说 只要有东西可以鉴别 我们就会把钱还给人们的 去年一年 我们针对 两万一千种索赔要求 就支付了一百五十万美元 这么多 在这呢 把某人说放到中间 说话的内容 一半放前一半放后 突出剧的重点了 这个写法 咱们以后在作文中 也要去学习注意 好 再回到课文里面 这个布鲁塞尔的官员呢 这官员呢 这官员这次咱们看一看 他用的是official official这个词既是名词 又是形容词 做名词呢 就是一般多指政府的官员 它一般不能指什么公司里的 学校里的不行 政府官员 也像 a local official 一位地方的官员 an embassy official 一位大使馆的官员 这一般指政府官员 它作形容词呢 就是官员的或者官方的 也跟政府相关了 官员的或者官方的 也像official corruption 叫官员的腐败 official attitude 叫官方的态度 等等 这是official这个词 但是咱们做个辩析 还有一个官员 是贬义词 就是官僚 官老爷 没守成规的这种官员 我们先读一下 这个可数名词 这是官僚 官老爷 就是摆架子的没守成规的 贬义词 大使那边 bureaucrat bureaucrat 这是贬义词 官老爷 官僚 下面这个叫官僚制度 官僚作风 这个词一般多数 不可数名词了 也是贬义词 官僚主义 官僚作风 大使那边 bureaucracy bureaucracy 这也是跟官员 经常同时出现的 咱们西根那三次 还出现一个公务员 就在政府里工作 但不是当官的 公务员 大使那边 civil servant civil servant 好 我们回到本文中 他说 布鲁塞尔的官员声称 有他纳闷 跟美国打交道 为什么偏是布鲁塞尔的官员呢 为什么不是巴黎 或伦敦的官员呢 咱们看看 为什么是布鲁塞尔的官员 我们先把布鲁塞尔的名字 大声来读 来读一下 Brussels Brussels 布鲁塞尔 咱们看 为什么是布鲁塞尔 Brussels is the capital and largest city in Belgium 布鲁塞尔是比利时首都 还是最大的城市 centrally situated in northern Europe 在欧洲北部的中心地带 在北欧的中部地带 Brussels is internationally important as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这个布鲁塞尔呢 在国际上有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呢 他作为欧盟和北约的总部 北约就以前那个北约了 NATO 缩写是NATO 那么这个欧盟的缩写是EU EU是个abbreviation缩写 但NATO呢 是一个acronym 所以acronym就是自首缩列词 这几个字母放在一块 不读成NATO 而是当一个单词来读 读成NATO 就像美国航空总署 叫NASA一样 这叫acronym 但EU呢 它就不能当然单词读成U 而读成EU 分开读 这是个缩写 那么本文中我们看到 欧盟的总部 就在布鲁塞尔 所以代表 叫欧盟讲话的官员 是布鲁塞尔的官员 就明白了 因为本文中是欧盟 跟美国起了贸易冲突 这就要理解了 这为什么叫Brussels 这个布鲁塞尔 不光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重镇 同时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那么去欧洲玩 布鲁塞尔应该好好看一看 尤其是 它在布鲁塞尔著名的大广场 曾经被雨果称为 欧洲最美丽的广场 就是我们看看这个著名的 Grand Place 这个布鲁塞尔著名的这个大广场 在晚上更漂亮 这是它的这个夜景 到了欧洲玩 这个地方可以去看一看 还有它很多一些著名的一些地方 像小鱼帘撒尿这个照片 据说它一泡尿 浇灭了这个炸弹的隐信 救了这个城市 这个雕像也是很有名气的 还有像本文中谈到的这个欧盟 就前欧盟的这个总部 NATO headquarters headquarters 不知道是总部的意思 还有呢就是 刚才是北约 NATO是北约的 北约的总部 EU headquarters 就是欧盟的总部 北约就是以前的北约了 就在这个 在很久以前 NATO 北约 这是欧盟总部 本文中就是欧盟的官员嘛 所以在布鲁塞尔 发表这个看法 说美国的机器不干净 他们不适合装点欧洲的餐桌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注意 那本文中出现的 这个布鲁塞尔的官员声称 他其实前后就是他说话的原文 只不过这个地方呢 他没有加引号 是一个直接英语 不是接近英语 但是没有加引号 这个在新闻英语中啊 用的特别多 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做 Free Direct Speech 叫自由直接引语 这个在新闻英语中用的多 就是出现这个某人的说话的原文 但是没有加引号 为什么呢 因为欧美的报刊杂志 为了追求时效性和现场的感觉 和真实可靠性 往往引述发言人或者这个官员的原话 但因为新闻中大量引述某人说的话 所有都用引号的话 整个文章就看了乱了 都是满篇 都是点点点点 都是引号 所以经常可以把引号省略 这就没有引号的直进语 叫自由直进语 这个在新闻英语中是相当常见的一个现象 那么本文中说 它美国屠宰的鸡不适合 FID就是没有达到标准了 不适合装饰欧洲的餐桌 Grace我们说了 书面语 Decorate相当于装饰装点 在外交辞令用词特别正式 同时大家注意 不适合装饰欧洲的餐桌 就不适合摆到桌子上来 言下之意就是美国的鸡不干净 但是他没有这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欧盟跟美国毕竟是Trading Partners 是贸易伙伴嘛 这么说就伤何气了 其实言下之意就相当于 Chicken slaugh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of poor quality 质量太低略 Bof加名词描述事物的特征 或者是直接这么说 Chickens slaugh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don't meet European standards 美国屠宰的鸡不符合欧盟的标准 这是他言下之意要表达 是这个意思 但如果用这些表达的话呢 恐怕伤害对方感情了 你不给我面子 以后还要做买卖吗 还要做朋友吗 这就打起来了 所以在外交辞令中 切记用词不能太直接 太直来直去 这有个术语叫Political correctness 咱们一般叫政治正确 就是在讲话时不能伤害对方的感情 叫政治正确 或者是在新闻英语中 也要讲究政治正确 因为新闻发行量特别大 一看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看到 尤其措辞要谨慎 不能伤害某些人 特别是少数人群 什么少数民族啊 或者有梦着残疾的人呢 不能伤害他们感情用字 要委婉 本分中的这个 也是属于一个委婉的用字 Softer language 柔软的语言 我们看看几个例子 你看在新闻英语中 政治正确特别特别常见 你看这几个表达都要注意些替换 我们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你比如说 Andy Floyd 是失业的 没有工作的 但是在新闻英语中 往往我们把它 把它说成between jobs 在口语中 为了更委婉一些 也往往这么说 He's now between jobs 他现在正在两个工作中间呢 暗含的 马上就要找着工作了 其实就是失业没工作的意思 但是失业 让对方就不高兴 本来失业就难受 当着错人别说短话 用这个来代替 还有呢 She's pregnant 这个女孩子怀孕了 pregnant本来呢 不算什么贬义词了 但很多一些保守的女孩子 还是觉得 不好意思 哎呀 怀孕了 怀孕了 不好意思说 中文也一样嘛 怀孕有很多一些委婉的表达 女孩子有了 有喜了 身怀路甲 身怀铃儿 等等等等 他一般也是不好意思说 但怀孕了 跟好朋友 哎呀 我现在有了 是什么 那不好意思 站在大街上 或站在房子里宣传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知道吗你 我怀孕了 他不好意思这么说 所以在老外 也是一般你看 他怎么说呢 好多好多慰问表达 你看咱们在星空间三册讲过 有时候 She's expecting 用盼望那个词 Expect She's expecting 可以这么说 这女孩子有喜了 或者甚至用更委婉的表达 你看 She's knitting a tiny garment 非常委婉 这个女孩子正在织一件小衣服呢 这个knit K-N-I-T 就是织毛衣 编织的意思 garment 是裁缝用语 成衣 正在织一件小衣服呢 言下之意 为小孩子出生做准备呢 怀孕了 其实就是怀孕了 你像三册第四课出现的垃圾工Dustman 他们一般可以用garbologist 字面是垃圾学专家 其实就是倒藏土的 所以呢 这样让垃圾工听起来呢 就面子上有光彩 你像不吃卖肉的或屠夫 对吧 我们一般可以用meat technologist 就是肉类技术专家 其实就是卖肉的 对吧 还有呢像housewife 家庭主妇 其实这个词本身没有任何贬义词味道 但很多女孩还是不好意思 靠老公养活的不光彩呢 所以他们叫domestic engineer 叫家庭工程师 其实就是在家里家庭妇女 那么有人统计过 在美国的报纸里面 不是工程师 却快偏我的称语叫engineer的 这样的短语称为有上期接近2000个 这都是委婉的表达 为了让对方呢 心情好受一些 大家知道这个动机出发点是善良的 是好的 但有的时候呢 也遭受到大家批评 有时太委婉了 就看不懂了 你像我们经常说 这个人残疾人 残疾人本来呢 正常的表达可以用the disabled 或者the handicapped 残疾的或残障的 这是形容词 前面加定格斯大 表示一类人 但是残疾呀 有障碍的 对方呢 就不爱听了 还是你要没有病 可没关系 你有病他说这个毛病 他就不爱听 就是中国人说 当着错人 别说短话 所以经常可以替快 你想啊 the physically challenged 这个就得看懂了 什么意思呢 在身体方面受到了挑战的 其实就是残疾人 但是你这么一说的话 把那个残啊 帐啊 这个词绕过去了 而且暗示了残疾人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这个看到以后 就更容易被接受 下面自己判断判断 下面属于什么人呢 the mentally challenged 在脑力方面受到挑战了 就我们说 智障人士 弱智人 脑子有水 你就说脑子有水 人家长打你的 我说智障 在大脑上受到挑战了 是怎么来说 下面这个呢 the vertically challenged 垂直方向受到挑战了 这个一般我们就指 诸如症患者 就是哎呀 这个够个东西 够碗架子都够不着 垂直方向受到挑战了 那下面这个呢 the horizontally challenged 这是水平方向受到挑战了 因为我们知道 horizon是地平线 horizontal是水平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肥胖症患者 这人 那当然一百六 二百一 这都算正常 这人好像一千多斤 这人八千斤重 对吧 这个进门进不来了 八千斤够了八百斤吧 这个肥胖症患者 可以这么来说 这都是一些委婉的表达 但有的时候太委婉了 我们看着就费劲了 但确实动机是好的 百分之后 避免这个政治冲突 我们用委婉用词 这是对的 那么美国人当然不承认了 后面说 No, say to Americans Our foul are fine We simply clean them in a different way 美国人说不 我们的家庭挺好的 我们只不过用不同的方式来清洁 是你们检测设备太落后 我们清洁得很干净 这个依然是自由直见语 这个它不是见经语 因为它用的是our foul 我们的这个家庭和基业 它没有说there 所以依然是这个直见语 没有加引号 依然是自由直见语 因为它引述大量原文 这个fow叫做家庭 特别指G 这样的家庭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fow fow 就是指家庭 或者家庭里面 专门指家庭的G 尤其指G 这个可数不可数都行 本文中是可数名词 它做可数名词的时候呢 单负同行也行 负数加S也行 我再说一遍 可数不可数都行 可数的时候呢 负数加S不加S都行 它可以单负同行 那本文中是哪个形式呢 是负数不加S 单负同行的形式 因为后面位移动词是 rfine 它用负数啊 fow 这个fow这个词 负数可以不加S 但还有一个同一词 就是家禽或者禽肉 也是可数不可数都行 什么鸡鸭鹅 这种家禽 我们大声来读 poultry poultry 也是贩指家禽呢 或者禽肉 可数不可数都可以 但是家畜贩指这个词 永远不可数 就是马牛羊 我们大声都叫 livestock stock 两个词都可以表示 家畜马牛羊 但家畜这个词 永远是不可数名次 就好了 但是我们的这个 呃 记忆挺好的 我们只不过用不同的方式 来清洁 还是直接音语 西方新闻界 尤其是 比较发达的美国新闻界 特别重视直接音语的使用 因为直接音语 往往使读者 觉得这个新闻真实可信 我引述原文呢 我没有经过自己加工啊 而且读者身临其境的感受 好像就在现场 亲耳听到他在说一样 你看有人统计过 西方的一些著名的大包 特别像美国 你看这个著名的 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还有像著名的 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 他们发现在新闻中 使用直接音语的比例 高达93% 这使西方新闻呢 确实比较 看起来比较可信 比较真实 客观 它没有加主观色彩 这个中国的新闻呢 使用直接音语比例 相对比较稍微低一点了 你看这个 比如说中国的官方大报 就是人民日报 有人统计过 在新闻中 使用直接音语的比例 也就是8%左右 这造成中国新闻呢 生硬古板 而缺乏可信度 缺乏现场的感觉 主要是很多记者呢 怕担上责任 不愿引述原文 那官员呢 也不希望 这个记者引述自己原话 所以这方面 我们确实可以 向西方的新闻界 去学习 增加新闻的客观性 好 这是双方的其中分了 那作者 下面这个新闻的作者就说 怎么回事呢 究竟怎么回事呢 第三句开始 他说 These days It is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regulations far more than tariffs that put sand in the wheels of trade between rich countries 于帕先做分析 These days 是状语 叫当今现如今 It is 后面跟that 这个搭配 这明显是个强调句 It is 加被强调成分 后面再加that 这里被强调的是整个句子主语 对吧 当今是 国家之间 规章制度的差异 这个后面这个 in national regulations 是借次短语 当后制定语 修饰这个主语 difference 什么差异呢 国家规章制度上的差异 far more than tariffs 这是个差异的结构 翻译成 远不仅仅是关税问题 注意more than 翻译成 不仅仅是 这个咱们一会儿会讲 然后呢 后面这个that 是跟it is固定搭配了 被强调的是主语 那那后面就跟上位移动词了 这个差异怎么样呢 阻碍了 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 put sand in the wheels of 固定搭配 好像是往轮子里扔沙子 其实是阻碍 妨碍 什么什么的进步发展 这个意思 那么这首先呢 先看第一个 就是当今现如今 这是复兴 these days 有的时候咱们可以 换成today 甚至换成nowadays 都是当今现如今 可以这么说 这个在第三册 咱们就大量出现 像三册的第四课 these days people who do many work often receive some more money than people who work in offices 当今现如今 在做体力工作的人呢 他们挣的钱往往比 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挣的钱多得多 these days 注意 前面不要加借词 不要用in these days 但是甚至更不要用on these days 只用these days 跟today nowadays可以替换 当今所创业来用 但是我们复习 在三册里面 只能多次说过 如果表示在当年想当初 指当年的情况 咱们一般用in those days 前面必须加个借词in 表示在当年想当初 但是当今却不能说in these days 没有办法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在本书中 第四册里面 53页第一行后面 在第九课53页第一行后面 in those days wonder means shows will welcome everywhere 在当初 在当年 浪迹天涯的银游歌手 在处处都受欢迎 这是公元八世纪九世纪的时候 好几千年前了 在当年想当初 在复习三册的二十一课 丹尼人门多萨 这是二三百年前 英国当时的情况 in those days boxers fought with bare fists for prize money 在当年拳击手是为了 奖金赤裸的拳头 不戴手套 来比赛 这当年 想当初 注意加这次in 没有办法 当固定搭配 得背起来 好 另外本文中呢 这个句型语的看一看了 它用的是 it is it was 后面加上被强的成分之后 后面再加that或who 跟它来搭配 被强调的 一般可以是未语动词之外的 任何一个成分 几乎都能被强调 但是如果被强调的是人呢 用that用who都可以 如果被强调的事物 一般情况下 咱们都是用that 当然不排除个别 有些科技问题 非常文言的场合 也能用which 但是不太常见 用that是比较常见的 是 并不是别的 正是这个 如何如何了 这是个强调句 本文中强调的是 是国家之间规章制度的差异 而不仅仅是关税问题 这个more than加名词 一定注意翻译 more than something 后面直接加名词 或名词短语的翻译成 不仅仅是 这个别翻译成超过什么 是不仅仅是 这个注意 你比如说 peace is more than the essence war 和平不仅仅意味着没有战争 不仅仅是没有战争 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打仗 但是也没有和平 和平不仅仅意味着没有战争 可以这么来说 那本文中 在这个far more than 就远不仅仅是 远不仅仅是 远不仅仅是 关税问题 注意more than加名词的翻译 这是不仅仅是 这个more than的翻译 特别灵活 它如果不是加名词 而是加形容词或副词 这个注意翻译了 要翻译成极其 或者非常特别的怎么样 这是后面跟形容词或副词搭配 这个more than的翻译特别灵活 咱们看看几个简单例子 he is more than selfish 这个人自私极了 而不要翻译成 他比自私要多一些 自私极了 相对extremely very very 特别 注意more than跟词性搭配不同 含义是不一样的 咱们不妨听一听当年一道 托福的听力真题 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Number eight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好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什么? 好了 咱们说吧 正确答案是 D选项 She doesn't want the man to replace the platter 他不想让这男的用新碟子换这个旧碟子 为什么选D呢? 看这原文再听一遍 Number eight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又是一男一女对话 第一个男的说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a new one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把您的碟子给撤了 这个platter 但多快了它有着话 我们听到的是platter 表示碟子 它跟那个ditch还不太一样 这个ditch一般比较深的 成热菜带汤的这个碟子 而platter一般是成凉菜比较平的这个碟子 不知道怎么把碟子给撤了 我非常高兴给您买一个新的 more than happy 不能翻译成比高兴多一些 那就特别高兴给您买个新的 我陪你一个 第二个女的呢很客气 她说forget about it forget about 就我们常说的算了吧 forget about it 中间两个t 大家注意到了吗 都主话真的 forget about it forget about it 这两个t都主话真的 最后那个t失去爆破 forget about it about it 最后手间顶住 我们读一下 forget about it forget about it 就是算了吧 something just can be helped 这个help 我们以前说过 不一定是帮助 可以表示避免 I really don't want to go but it can be helped 我真的不想走 但我走这个事 can't be helped 不能被避免 就是 有些事情是不能避免的嘛 碟子买完了以后 早晚得猜 我正想买新碟子 没借口 你给我帮忙呢 很够意思 很够意思啊 算了算了用不着 有些碟子 他就得猜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什么意思呢 他不想让这个男的 买个新碟子 来换他这个被打碎的旧碟子 more than 加形容词 或者负色翻译成奇奇 或者特别 这个more than翻译啊 特别容易错 不光是我们 有的时候一些出版社的一些编辑啊 搞不好都会把它弄错 咱们来看一看 在当时在高中教材中 高中 我们中国的高中教材中 曾经犯过一个错误 这是个英语课文 会不会中文翻译错了 你看他怎么说 I looked into the boy's theories but eager face and ask him do you want any more books 我盯着这个男孩子严肃的 但是却渴求的面旁 然后问他 小朋友你怎么还不走啊 是不是还要再买一些书啊 注意这个回答 yes more than I can ever get he replied 他回答说 是的 我们怎么翻译呢 当时这个教材翻译成 是的 我要买的书还多着呢 这个翻译错了 为什么呢 more than 如果后面出现can 或者could 出现能够这个词了 得翻译成是某人不能怎么样的 是某人所无法怎么样的 这得翻译成是啊 可是我根本就买不起 不能翻译成我要买的还多了呢 小孩子为什么买书不走啊 还想买但没钱了 是啊 可是我根本就买不起 more than 或我们加can或could 不能翻译成比什么多 是翻译成是某人不能如何的 more than 某人或某物 加can或could 这个得注意 你看我们在新概念二册的七十八课 就讲过这个句子 新概念二册的七十八课 When my old friend Brian urged me to accept a cigarette it was more than I could bear 出现could了 对吧 但我的老朋友布莱恩怂恿我 接受一支香烟的时候 这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 这是比我能够忍受的要多吗 再也忍不住了 本来我正在戒烟 我朋友说 别戒了 别戒了 抽一根 来来抽一根 回来 再也受不了了 拿给我 不给我弄死你 他给抢过来了 再也忍受不住了 more than 加can或could 这个在三册也出现过 三册的四十三课 就从河里打捞碟子那颗树 你看 dancing proved to be more than the dish could bear for during the party it capsized and sank in seven feet of water 这个跳舞被证明是这个碟子无法承受的 因为在聚会期间碟子翻了 沉入到七英尺的水中 是碟子无法承受的 more than 和我们家can or could 多看几个例子 咱们自己翻一翻试试看 the story is more than I can believe 怎么翻译 这个故事 我无法相信 不能相信 不能说比我相信的要多 我不能相信 无法相信 the beauty of the west lake is more than words can describe 怎么翻译呢 这个好翻译 西湖的美景是语言无法描述的 不能翻译成比语言描述的更多 是语言无法描述的 再看 such a complicated situation is far more than we could anticipate and deal with 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 怎么呢 远远是我们所不能预期或者去应对的 就比我们预期和能应对的要多了 远远不是我们能够预期到 并且能够去对付的 这看到more than 后面还是加了can或者could这样的词 加个for呢 就远远是不够 远远不能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more than呢 翻译真是得注意 more than加名词可以翻译 不仅仅是 more than加形容最副词 要翻译成 哎呀极其特别 more than如果加一个名词 后面加can或could 得翻译成是 某人某物不能 或不可以如何如何的 这个注意翻译 远不仅仅关税问题阻碍了 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 这个阻碍 这个大肺的贝贝 put sand in a will sub是习语 咱们写作中能用习语 就尽量不用单个词 习语可以使得文章更正式 这个更地道看起来 就像老外写中文 多用几个成语 咱们觉得它水分不一般 put sand in a will sub 叫阻碍妨碍 它可以换成put obstacles in the way of 就是在道路上面放障碍物啊 put obstacles障碍物 或者stand in a will of 站在路中央 也是表示阻碍妨碍 站在中间不让你过去 妨碍 或者用极物动词呢 也可以替换成这几个词 这都可以 我们大声度下 hinder impede hemper 都可以当极物动词来用 阻碍或者妨碍 本文中选用了这么一个细语 是可以的 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课书中 就是33课195页的21行 咱们四册的33课195页的第21行 就是在这个原始社会 没有这种匆匆忙忙的感觉 什么匆匆忙忙呢 这是匆忙的 八苗助长的这种教育啊 在我们这个社会 常常阻碍了一个成长中的个性的 完全的发展 是孩子呢高分低能了 对吧 成绩高了 但人际教育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慢慢都下降了 独立生活能力也不行了 妨碍了孩子的全面发展 妨碍用的是hemper 用这样一个词 那么 本文中所谓什么东西呢 trade 贸易 between rich countries 就是发达国家 就有钱的国家为之间的贸易 整个句子翻译成现如今 不是别的 正是之间 国家之间规章制度的差异 原不仅仅是关税问题 阻碍了发达国家的贸易 咱们这句话复述一遍 当今现如今 these days it is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regulations 不过原不仅仅是 far more than tariffs 关税问题 那怎么样呢 that 阻碍 put sand in the views of trade between rich countries 好 咱们速度快点 速度快点 再复述一遍 these days it is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regulations far more than tariffs that put sand in the views of trade between rich countries 造个句子 现如今呢 是风俗习惯的差异 而远不仅仅是语言问题 阻碍了跨国婚姻 现在中国人英语越来越好了 当然可能有一部分 有一点李老师的功劳 但是现在风俗习惯 这个差异可能还是 跨国婚姻的大的障碍 语言问题两三年能提高 风俗习惯 养生习惯了 都不好改了 跨国婚姻叫transnational marriage 从这国到那国了 穿过去了 咱们以前说过 trans像中文那个穿 那个字吗 好了 我们看看这个该怎么说 来复述一遍 现如今 these days 强道句 it is 风俗习惯的差异 差异先说 difference is in 什么呢 habits and customs 习惯和风俗 对吧 far more than 原不禁止是languages 再加大带的廉词 再加大带的廉词 再加大带的连词 puts and in the views of 跨国婚姻 说一遍吧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好了 咱们再回顾一下 当今 these days 是这个 it is differences 注意后面加in 某方面的差异 in habits and customs 为什么先做habits 分成习惯呢 习惯是h-a-b-i-t 五字母 customer c-u-s-t-u-m 六字母 两个名词并列 如果要是重要性一样 咱们一般先说短的 后说长的 它不是比较雷震的 往后放吗 这是规矩 像fur and feather 先说fur birds and beasts 先说那个bird 也是因为它短 对 原不禁止是far more than languages 有没有这个原问题 怎么样 阻碍了 puts and in the views of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就好了 好 这个句子我们看到这里 好 再回到文中 下一句话说 It is not just farmers who are complaining 它说可不仅仅是农民们在抱怨 不光是农产品 在工业产品也有贸易的纠纷 下一句话说了 an electric razor that meets the European Union safety standards must be approved by American testers before it can be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 American made analysis machine needs to use okay before it hits the market in Europe 咱们先看语法成功的分析 这个其实是and引导两个辨列句 在这这个连字and引导 第一个辨列句的主语是一个电动剃刀 黄颜色的后面这个net引导的是定义充具 就是符合欧盟安全标准的这么一个电动剃刀 怎么样呢 后面呢 那一种则是必须得到美国检测人员的批准 approach批准 before呢 是时间状怡从具 before不一定翻译成在什么什么之前 咱们三册说过 如果主句表达的这个时间比预期的要长 咱们可以翻译财 本来这个东西呢 到了美国就应该能卖了 但还要经过美国检测人批准 这比预期时间要长了 可以翻译财了 对吧 才能在美国销售 并且引出并列句 一个美国制造的透析机 透析仪 就是肾脏坏了血液透析 这透析机 怎么样呢 必须呢 需要得到欧盟的这个同意 这个OK 做名词比较口语化 就类似我们说的permission 或者approval 批准或同意 before呢 还是翻译财 因为它本来不需要这样的嘛 在美国安全 为什么在欧盟再检测一次呢 才能呢 抵达欧洲市场 这个hit the market 这hit本来是碰撞 排声音就到达就好了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句子 有一个对照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 那么这里边有一些小的细节 咱们看一看 首先 第一个那个符合欧盟安全标准 这个符合用的是meet 这个不是遇到 是符合 符合某个标准表达非常多 可以替换 除了meet之外 也可以用reach 到达 pass 通过live up to 固定搭配 可以表示符合呀 吻合呀 或者达到啊 不辜负啊 可以用它live up to my expectations 没有辜负我的希望 也像 还有satisfy 和fulfill 就满足了 满足了这个标准 也是达到标准 这个都行 那must be approved by American testers 必须得到美国简词人的批准 注意这个approve approve这个词啊 表示批准的时候 它是一个急误动词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官方正式接受了某个东西 就是正式的批准了 这个东西通过了 用这个词 你看我们看个简单例子 the budget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legislature 就是这个预算案 已经被立法机关 立法局批准了 legislature 叫立法局 立法机关 正式的批准 大家可能看过 1995年一个著名的大片 叫做 萧生克的救赎 里边呢 那个老黑人最后呢 他的保释被批准了 里面出现这么一个片段 咱们看看是 是摁畅的 摁章的时候是哪个字 再再来一遍啊 怎么说来呢 这个句子讲完之后 咱切下啊 大家可能看过 那个1995年一个大片 叫萧生克的救赎 里边呢 这个老黑人呢 最后他的保释被批准了 你看这个是怎么说的 最后的文件上按了一个章 叫Approved 被批准了 就保释被正式通过了 被批准了 但是他的反应词是哪个字呢 这个黑人在年轻的时候 他当时那个保释没有被批准 被驳回了 咱们看是怎么说的 这个单词用的是rejected 被驳回了 也是来自动词reject 同样看例子 his application has been rejected 他的申请被驳回了 reject 我们把这动词来读一下 去掉异地 大声里面 reject reject 就是没有被批准 被驳回了 是这么来用的 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但是Approve注意 如果是不起无动词 后面叫off 意思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不是正式批准了 得翻译成同意了 某人生活中同意 而不是官方正式批准了 比如说 Kathleen's parents now approve of her marriage Kathleen的父母亲 现在已经同意了她的婚事了 在生活中咱们就同意 注意 叫off 反应词呢不同意 Disapprove or from one 都可以 我们先读一下第一个词 Disapprove 注意后面一样叫off 再读第二个动词 frown frown 大家可能背过 frown 这个词做动词 是皱眉头的意思 在某个问题上 皱眉毛 表示不同意吗 可以顺便记住 本文中 批准 用的是对的 这个必须得到 美国简直成批准呢 然后在美国才能被销售 同样相对比来说呢 一个美国制造的透气机 必须需要欧盟的同意 这个OK 咱们说了OK 这里就表示什么呢 就同意呗 相当于 agreement permission 或者approval 同意 这个agreement在这不可数名 不是协议了 是同意 这是多意思 然后呢 其实 需要他们的同意 就是 必须被欧盟的检测人员 批准 就这个意思 是不是相当于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in-use testers 必须被欧盟的检测人员所批准 但是呢 这个表达在上半句出现过了 必须被美国的检测人批准 再用一遍的话 从表达就重复了 所以换成了 需要欧盟的同意 然后呢 才能抵达这个 这个这个欧洲的市场 这个里边 抵达用的是hit 也是比较口语化的 其实就相当于arrive at 或者reach 到达的意思 到达市场不就能被销售吗 其实后半句就相当于 before it can be sold in Europe 它才能在欧洲销售 但在上半句出现了 它才能在美国销售 再用这个句型呢 就重复了 所以这也是个表达的替换 我们就看明白了 好 本句话用具体的例子 用对照的句子 你看 不但表达的生动鲜明 而且呢 句式工程充满了趣味性 这个地方上下文 语义相对 美国的情况 欧盟的情况 相对 但用不同的结构 它避免了表达的重复 这其实是一种修词 咱们有个术语叫contrast 就是对照 对照的修词就是上下文 语义相对 但是故意用不同的句子结构 这让句式更富于变化一些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Men always want to be a woman's first love Women have a more subtle instinct What they like is to be a man's last romance 你看这上下文 语义相对 表明了男女两性对爱情的不同的态度 但用不同的句式结构 男人总想成为女人的第一个情人 而女人呢 对爱情有一个更加微妙的一个本能 她们希望成为的是男人最后一个恋爱的对象 男人总想做第一个 女人呢 希望做最后一个 你看语义是相对的 但故意用了不同的句式结构 这个叫对照 本文中也是一样 上下文句子结构用的是不一样的 对照的修词呢 可让句式负义变化 但是我们在第五课青年那课书讲过 还有另外一个类似的叫对比 这个术语叫Antithesis 对比的修词呢 是上下文与一相对 句子结构几乎完全一样 对比的修词有好处是句式结构工整 读起来铿锵有力 像对联一样 对照呢 句式负义变化 对比句式工整 读起来 节奏分明 我们看一看在第五课中的例子 比如说二十九月第三行到第五行 二十九月第三到第五行 There is only one difference between an old man and a young one 老年人和年轻之间只有一个区别 注意后面 The young man has a glorious future before him And the old one has a splendid future behind him And maybe that is where the rubbish 年轻人在面前有一个光辉的未来 老年人在背后当年成就有一个灿烂的未来 你看 The young man 对the old one has a glorious future There has a splendid future before him 刚好对behind him 这是对比了 句的结构完全一样 再回忆我们举过的例子 当贫困破门而入的时候 这个跨门而入 爱情就破窗而出了 贫困 对爱情 come in 对leap out at the door 对at the window 对吧 贫困 跨门而入 爱情破窗而出 讽刺了只能通甘 不能共苦的这种爱情 对吧 还有呢我们以前句的例子 a mother takes twenty years to make a man of her boy and another woman takes twenty minutes to make a fool of him 一个妈妈花费了二十年 把一个男孩子培养成男子汉 而另外的女的呢 花了二十分钟 把这个男子汉变成大傻子了 这是爱情的力量 好 这个第一段跟老师就看到这里